开埠以来最严重的集体若疑事件 受害儿童人数众多 私虐的职员一个又一个 同乐居若疑案轰动全港 牵涉的职员越来越多 由当初四名增加到十六名 受害幼儿一共有二十九人 香港保护儿童会有近百年历史 挂着保护儿童之名 但竟然被人揭发若疑 实在匪夷所思 一位被若疑的母亲 就亲述他女女 在童乐居两年的日子 今天冰山一角, 被对面拍到 或者可能以前还有很多 很长时间没人知道 掌摑、拍头、大力扯头发 将幼童抛落地 统统都是童乐居职员私虐的手法 正常人听到都会说不应该 更何况是被若童的父母 心就更痛 你们不会明白 做人妈妈或者爸爸的心有多痛 是不是?你们不会明白 因为这个不是你们的女儿 是我的女儿 为什么当天你跟我说 你们的承诺告诉我 其实很适合照顾她的 但原来你们也有紧的员工在 但我做妈妈还没打她的时候 你们为何打她呢 36岁的Suzanne 在2020年丹下女女 丹下女儿以后 因为情绪出现问题 经社署介入 被认为不适合照顾女儿 结果女儿在四个月大的时候 交给社署监管 并且由同乐居照顾 一直到女儿现在两岁 住宿费不用我们比较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政府资账 我多次不知道一对三或一对五 是一个 一个员工结果五个小朋友 有三个 差不多 以前这姑娘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我看到她们 就是说她们都会很耐心去解释 她们告诉我 小朋友这样了 我现在学到什么了 我会走路 我会走两步了 那时候很放心 对了,她很放心 最初Suzanne可以每个星期 见女女一次 每次探访一小时 不过出现疫情后 情况就有所改变 那时候疫情我们停止探访 政府不让她去 那就会试像 上年疫情缘获过 那段时间她安排探访 只有半个小时 每个星期 其实公正常来一次探访 香港保护儿童会 服务儿童超过九十年 其中同乐居 为全港最大的一所应有 并绘疮软舌 为104名0至3岁嬉幼儿 提供24小时的住宿服务 翻查嬉舌的一条介绍片段 嬉幼儿多数因为父母有滥药 暴力和精神健康等问题 而要进住同乐居 除了24小时住宿服务 丸舌也有提供日夜间站托服务 费用由120至200不等 在片段中 看到同乐居适心打造 适合幼儿成长的居所 職員專業,而且提供豐富的 善逝和舒適的環境 是否這樣介入裡面? 其實我沒有見過 因為我們進去的探訪是很表面的 進去,我們站在桌上 梁元的體溫簽了那個簿 然後去到探訪室,沒有的 其實他們一直以來都告訴我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你們不能來官房 會否他們很主動告訴我 他們的成長環境是甚麼 其實我在時尚時 可能見過下午冰山的課室 如果你告訴我他睡在哪裡 做些甚麼,何時要做些甚麼 我不知道 甚至可能連他三餐吃甚麼 我也是由那個姑娘告訴我 聽瓜瓜哥哥哥吃甚麼 他們只是說 但你說我吃得上品味道,我看不到 就是因為沒有人看,沒有人知道 所以暴力才發生 院舍內幕越揭越多 1月11日,再有職員被捕 前後牽涉一共16人 佔職員比例超過四分一 涉及超過100次藥疑事件 懷疑被藥的幼童增至29人 佔幼童比例接近三成 可憐最小的只有一歲十個月大 警方著手翻查4萬小時的 閉路電視片段 目前只翻看了兩成 但已經不斷找出有關職員懷疑私藥 不排除日後有更多職員被捕 職員的行為令人心寒 不過更值得留意的是 涉案人數更多 而且他們的虐待手法相似 院舍內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套文化 其他目睹事件又沒有阻止的職員 又是否默許私藥行為 有兒童會合下幼兒學校的家長 都認為事態嚴重 為何這麼恐怖 有這麼多老師都可以去打他們 如果一個半個都算數了,對吧 那麼多個的關係 我就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說 真的不知道,我不敢說 客長知道是否知道 但同時之間一定會看到 如果有反應,對吧 就是 sis назв了 導演的 NH2師 譬如,我 against外表 若我比較尊重 我們üzik指示 跟警局不代表 你做女親的表情 不然可以表達 是否也要用 他們是特有種事 也可能是不出國誰 多勇涵 elf overth retreat 他是個懷疑 7位 是不可能的, 是嗎? 為何作為母親 都沒權知道女女如何避虐? 而在評定同樂居 是否繼續適合照顧幼兒之前 Suzanne的女女 需要暫時進入住名外醫院 疫情下, 醫院政策 不允許家屬探訪 擔心女女情況的Suzanne 經過爭取 總要獲遠方批准一次因述探訪 女女的關係是怎樣? 就是一丁點… 可能是給自己拔身或什麼 有丁度嗎?除了臉丁 臉丁, 臉丁, 臉丁 臉丁, 臉丁, 臉丁 我去到的時候, 進去看見她 我眼裡已經流了, 為甚麼? 這麼小一個人, 穿了藥蓄醫 然後綁住了, 站不住, 坐不住 我覺得她好像比同樂居更壞 大哥, 同樂居臭不住 你放進來, 對吧 放進來好像精神病人 被你綁住床上 我眼中就冤了, 我解了她 我怎麼了?你綁住她 她怕她跳床 我想問問, 你們不是有人照顧她嗎? 你們找我問的時候 你可以照顧女兒多久? 我說沒所謂 總之我照顧她出院也沒所謂 我吃外賣的, 至少連房門口也不出 我真的沒問題 回到後, 當你們問完我 可以完全沒有反應 我們就事件 向明愛醫院發電郵查詢 院方回覆指 該女童比較年幼活潑 也未能完全聽從職員給予的安全指示 經評估後, 醫護團隊判斷 需為女童加強安全措施 穿上最輕度約束的安全背心 以防止女童攀越藏難 及跌倒這些意外 另外, 院方認為 媽媽的精神狀態 並不適合在病房照顧女兒 現在又正值疫情期間 共立醫院已經暫停探訪安排 不過本院理解 家長對該女童的關愛 院方曾著情批准一次性探訪 我們明白當小朋友不聽話 幼兒工作者也會有情緒 不過個案中的施虐行為 絕對不能接受 事發至今, 同樂居院長 一直未有現身親自交代詳情 社署是否應該介入 調查有沒有人失職 這次事件又是否反映出 這類兒童院舍的監察力度不足夠 社會福利署 如果你們肯做幼兒工作 你告訴我, 原來… 你們也會去看影片 看看會否真的適合去照顧寶寶 其實今天事件就不會發生